各位尊敬的狼友们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UFC的模拟的比赛 是双方 是预测6月23号的比赛 韩国僵尸对墨伊卡诺两个选手 用的是最高难度 让我们现在来进行这场比赛 好 接着是一个小鞋的比赛 中间韩国战争的杨桑冲和尼卡诺 首先出场人摩依卡诺 来自巴西的选手 泰拳选手 降伏技非常出色 身高1米8 这就是雨量级的选手 他现在出场是韩国僵尸 来自韩国的选手 郑俊善 非常具有侵略性 这个韩国僵尸非常具有侵略性 两个人岁数接近 韩国僵尸身高 莫伊尼卡高 就今天才怕 游戏是传奇的难度 跟大家再声明一点 是传奇的难度 是最高的难度 电脑对着电脑的CPU来决定 谁最后获胜 这也是一场模拟的比赛 是一场6月23号 这场比赛的预测 巴西也是出了很多的格斗家 这场比赛的预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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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是一场比赛的预测 串尔南韩 韩国僵尸 他身高这1米7 好 现在比赛马上就开始 可以打 一局 双方都非常谨慎 莫伊尼卡发起了 率先发起了猛攻 双方都比较的谨慎了 看莫伊尼卡诺 莫伊尼卡诺这边 小心的是莫伊尼卡诺的降伏技 哎 漂亮 看莫伊尼卡诺刚才又勾拳 好漂亮 看看双方怎么打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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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孤房现在 固有攻防 换过姜之这边 应该去不消了 诶 看能不能降服 诶 这么快就结束了 韩国将是一降服计 打败了摩尼卡诺 这个比赛还是比较快的 比较快的结束了 非常快的结束了 看得不过瘾 这么快的结束 感觉好像还没有怎么打呢 第一轮就结束了 因为在现实中也是会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这种比赛 很快就结束了 对于买票 发现去买票看的观众们 有点 这个钱有点白花 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看一看吧 6月23号那场比赛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么快就结束 好 我们先给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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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